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当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面对你 也面对自己 主让我们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次被你所得着 再次被你所指示 以致在前面的日子前面的方向当中 我们深知由你的带领和引导 以致我们这一生在你面前能够体验到安稳 这一生在你面前不断地经历你自己的丰富 你的慈爱 我们恭敬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崇拜向主你交托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你的爱中一起来建立你的教会 更为作凡是在你面前建上服事的弟兄姐妹 我们向主你交托阳望 让我们所献上的蒙你所喜悦 让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自己坚固和祝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愿大家早上平安 欢迎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餐的崇拜 诗篇第28篇第7节这么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 所以我心中欢乐 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这时刻让我们一起站立 让我们唱路电诗 主爱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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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就叫爱人如己 但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劫命 我们一起回应说 很求主怜悯我们 将这一切 遵征使得对四说响 对一切通知 那我们是都说 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求神来灭敏 洁净我们 认罪文 那我们起同心同声 认罪祷告说 全能的上帝 我们的天父 我们常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主 又得罪人 因为自己的舒服 本性软弱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气做 现在我们痛改前退 劫心悔罪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舍命 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 有施恩 使我们成为新人 常侍奉主 就将荣耀归于主的圣名 阿们 让我们这时候 从领受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 设罪的恩典 天人的上帝 愿意劳恕一切真心悔罪的人 愿上帝灵系你们 赦免你们 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 坚定你们的心智 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得享永生 这就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非常紧张力 我们都是作为我们上帝 老树的 与上帝所喜爱的 神所接纳的人 我们也应该彼此的接纳 让我们一起 以弟兄姐妹们 前后左右的 来彼此的问安 彼此的祝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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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葬礼 永归主颂 让我们一起来颂葬我们的上帝 我愿在上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有平安 人都蒙恩 我们赞美主 称颂主 敬拜主 荣耀主 为主的大荣耀 感谢主上帝 天上的王 全能的上帝圣父 主独生圣子耶稣基督 上帝 上帝的羔羊 圣父的圣子 除了世上罪的主 怜悯我们 除掉世上罪的主 怜悯我们 除掉世上罪的主 引主我们的祷告 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主 怜悯我们 因为基督独一为圣 基督独一为主 基督独一以圣灵 在上帝圣父荣耀里为之上 阿们 祝文 今天是 升天后的主日 那我们用今天早上 的祝文 同心祷告说 永生上帝 荣耀的王啊 你已经使独生圣子 得胜升天 恳求主 不要撇下我们 如同孤儿 太前圣灵 安慰我们 是我们也能升到 我救主基督 以先升到的地方 基督以圣父 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钱 勇为独一的上帝 世事无尽 阿们 会众请坐 这时候我们请 宜一鸣 姐妹来读今早的书信 和复印书 今早的经文是曲子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一节 读到十七节 所以 你们若真与基督 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 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 坐在 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帝的事 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 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 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和贪婪 贪婪 贪婪就 以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 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 现在你们要 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过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倦倦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在此 并不分西里里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华外人 吸骨敌人 为如的 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形犀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了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 年若全得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造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 存在心里 用诗章 诵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解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借助他 感谢父神 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慧众请起立 宣读福音 福音是曲子 约翰福音十七章 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愿荣光归于主 耶稣说了这话 就举目万天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泄气的 教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 父啊 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有荣耀 就是为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我已将你的名写名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们知道 凡你所赐给我的 都是从你那里来的 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 我已经赐给他们 他们也领受了 又确实知道 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拆了我来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人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 他们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意 像我们一样 这是基督 这是基督的福音 愿赞你归于基督 我们同性祷告 感谢天父 当我们在你面前 一起敬拜你的时候 我们思念你自己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我们特别在你面前 我们恳求主你 恩待保守 让我们这些属于你 已经分别为圣 在世上被你所卷选 为你生活 为你做见证的 我们能够更加的 在你面前来认识你 并且来跟随你 我们恭敬将我们每位 向主你交托 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的 主你的灵紧密地 帮我们联系在一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请坐 如果你了解我们教区的 发展的话 你就知道说 在星期五晚上 还有星期六早上 我们是一年一度的 教区年医会 当然我们每一年 我们过去按照我们的 传统在教区里面 每一年都有两次的年医会 在不同的教会代表 我们选执事的时候 我们每三年选一次的 这个年医会代表 他们就参加这个年医会 一起了解 一起思想 整个教区的事工 教区的发展 当然我们和平了之后 按照我们的会有名册 我们仍然有保持着 两位的这样的一个 教区年医会代表 我们这一次 在我们的执事会 在会员大会当中 我们推选了日姓执事 还有力挺执事 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文堂 来参加 我想这也配合我们过去 在几个系列当中 对于教会的这个思想 因为我们的教会 特别圣公会教会 我们所接受的这种 教会的观念思想 是使徒所传的 这个圣洁合一的教会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 教会的思想的过程当中 上个礼拜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社区的这样的一个 事工的分享 其实这也是我们 谈到教区在 不是教区 教会在社区当中 我们怎样流露 教会生活不只是在 我们这个范围里面 教会的生活 是这个范围 是我们作为敬拜 思想学习 神话语的地方 以致我们能够出气 带坐这样的一个使命 在社区 在不同的地方 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这个当我们 谈到教会的时候 就不单只是 我们圣三义堂而已 而应该是一个 整体性的教会 过去谈到说 这个除了我们所了解的 三义堂 我们看得更广的一点 就是圣公会 其他的堂会 是一个教区 我们一起的来见证 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新加坡 有座不同的教会 但是当然我们说 这是圣公会 信仰的表达 是大公教会 跟天主教 跟其他的主流教会 我们都是在不同的 这样的传统背景当中 来把圣经的教导 这个见证来活出来 所以当然在我们的教会 圣公会的教会 有做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和组织 当然特别谈到说 这个是新一届的年约会 当然新一届的年约会 每一次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届是三年 所以我们所推选的年约会代表 也是一届三年 比较一个有联系性 比较整体性的来认识 了解教区的发展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年约会当中 昨天也是在教区年约会当中 所有职份的重新委任和改选 所以这个是关于教会生活 在这样的一个程序当中运作 配合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讲到的题目 我们讲到说 神指明的责任 也就是说 属于我们教会的 我们需要派代表委任 参与做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三议堂的代表 在这个年约会当中 当然在年约会当中 如果你熟悉整个的运作的话 在整个教区里面的运作呢 其实它也跟国会这样 我们是分成三个院 一个是牧师院 一个是信徒院 然后一个是主教院 而这个主教不是所有的主教 这个主教院呢 就是只有教区主教在那边 所以它是很孤单的一个人 成立一个院 然后其他的 也就是说 如果来到重要的议题 要三个院都同意的话 OK 它有绝对的 这个做一个决策的这个权利 所以这个是整个圣公会体制 在整个历史的根源当中 我们所承续的 但是无论如何 当我们说 我们来看上帝子民的责任的时候 我想过去我们常常用的 那个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的那一段经文 我想今天我们是从另外一个层面 是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 谢谢一鸣姐妹 今天的读经好像特别长 这个不不也不错了 顺便顺便一下 OK 但是最怕的就是 很多时候很长的这段经文 大家听了 在哪里啊 忘了了 所以 但是我想 在那一段经文当中 有特别的强调说 你们既然遵照 接受耶稣基督 就当遵祂而行 我想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是以上帝的话语 作为准神 当然谈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教会 他所强调的又不一样 所以有时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 常常跑不同的教会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教会强调这个 为什么教会强调这个 为什么这个强调那个 有的又讲得比较 比较 所谓注重某些课题 有的又这样 当然在圣公会传统当中 我们 其实有一个指标 就是教会的读经表 而这个读经表 如果按照你真正完全遵照 那个读经表的时候 每一个礼拜 他有不同的经文 所以不在于你要决定讲什么道 是读经表的经文 能借助教会的年龄 来把整个圣经的事迹或所发生的这些事件 借助年龄把它偏排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平衡的 其实他有旧业 有诗篇 有信业 有福音书 所以你就比较全面 也就是说如果教会完全是遵照这个读经课的话呢 这个经文可能你觉得 哎哟这个经文我不喜欢讲 又整天叫人家奉献 不要 这个就算你没有做 但是经文在这里 你的责任是传讲 你的责任是把上帝的话语 全辈的福音来告诉别人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偏差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信徒的灵命不断地借助 有系统的圣经话语的解释 研读 慢慢地不断地被建立起来 而且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至于偏差 而是一个平衡的 OK 当然我们有遵照着这个读经课 但是有时我们为了教会的需要 或我们要认真的探讨某些课题 我们就稍微地做一些更改 这个系列 我们到今天为止 就讲到教会 之后呢 也配合圣灵降临节的到来 然后我们将会有几个课题 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有关于圣灵三位一体当中 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课题 今天我们谈到说 上帝指明的责任 从圣经的话语当中 我们看到说 他非常强调 让我们属于基督的 我们遵照他的话语而行 在立位记 我们如果常常去读 读到的 他不断地强调了 谈守遵行 也就是说当时在旷野的时候 神借助摩西来劝告 来指示这些上帝的子民 谈守遵行上帝的这样的一个 节命和历利 当然在圣灵纪二十八章一节 也不断地强调说 你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 节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 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这讲到跟随上帝 上帝的指引 上帝在生命当中 怎样的引导 这也就是说 在整个教会的生活 信徒的灵命的 被建造的过程当中 是跟上帝的话 离开不了关系的 也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懂得 怎样敬拜上帝 乃是因为神借助 祂的话语指示我们 当我们对上帝的了解认识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和做的决定 其实也跟上帝的话语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说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所做出 我们所流露的 跟祂的话语 偏差的话 可能我们就 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离开了 上帝的教导 所以我们相信 当接下来以后 我们所谈到圣灵的时候 圣灵会感动 圣灵会带领 圣灵会引导 但是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带领等等 都跟上帝的话 扩离不了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这个会跳的 对啊 还没有 也就是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当整个宣教事工 不断地在进行的时候 当然 宣教事工在进行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就是把圣经向不同的人来传讲 所以当时就在传教的时候 就有设立圣经工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新加坡 有新加坡圣经工会 在马来西亚 有马来西亚的圣经工会 就是在当时整个宣教的理念当中 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 人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 我们才懂得怎样的正确的回应上帝 所以在不同的国家 都有不同国家的这些 所谓圣经的事工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 在整个宣教 在整个传福音 在整个带领信主 当我们加入教会受洗兼整理 我们都不断地强调 要照做上帝的话 遵照神的话语来行 我们教会生活也是如此 在整个教区的年龄会的进行当中 在整个教会生活 神的国度扩展的工作当中 都是跟神的话 脱离不了关系 也就是说 信徒们需要认真地来认识神的话 并在神的话当中被建立得到喂养来成长 因此教会整个生活就不至于偏差 当然 个人可能信心软弱 个人可能在整个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偶尔有一些偏差 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在生活当中 可能我们常常在公导书认罪的时候 当做的不做 不当做的倒去做 性情落落 无力自救 这样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 我们了解我们是软弱 但是我们软弱也绝对不是我们的借口 所以也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特别是上帝的教会 一定要在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懂得如何回应遵守 神告诉我们些什么 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 我们应该怎样 神指示我们教会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遵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建立教会 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 一起的同工 一起的建立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按照着我们个人的喜好 我们乃是一群人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愿意遵循上帝的话语 我们愿意以作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决定我们的事工方向的原则 小自在小组生活 然后慢慢延伸到我们不同的区的事工 或来到教会执事部或牧区议会 我们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向 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带领教会的生活 所以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 我们领受 我们遵行 我们回应 第二方面呢 谈到我们的信徒的责任 我们的这个上帝子民的责任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 就不断的告诉 对不起 这个是第二章 在马太福音当中呢 就不断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光要怎样照在人的前面 叫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要发光 为主发光 我们要做盐 光和盐的功能 我讲过去 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 光有做照明 有做指示 光有做温暖 光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在所谓的 没有视觉模糊 或没有阴暗当中来过生活 盐的功能 当然除了医治 除了调和 除了防腐等等 都有做 但是盐的功能跟光的功能 就有一点点的不同 是光是人家一发出来 人家看得到的 盐的功能呢 盐在进行 它的这些功能的时候 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光要发光 要做盐 所以有的东西 我们应该做 归荣耀给上帝 人家能够看到的 有一些事工 有一些事项 我们暗地里做 我们在暗地里的扶持 祷告 交托 鼓励 是看不到的 但是它却起作那一个积极的作用 最光和颜的功能 就在我们的生命 谈到我们有关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生命的一个流露 我们怎样的来面对周围的环境 这样的一个系列 过去我们在活力星期五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当中 我们都不断的在强调 因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永远脱离不了人际的关系 无论你在家中跟你儿女的关系 无论你在工作场所跟你同事的关系 无论你是你上巴萨 跟那个售货员 或那个雜货店老板等等 这个都是人际关系 怎样的交流 怎样的来流露 回应 当别人对你责骂的时候 当别人做的东西 你感到不舒服 不满意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怎样 你怎样的一个回应 决定于这个关系怎样的发展 当别人对你来势汹汹 你也对他来势汹汹的话 恐怕大家就一拍就爆炸了了 这个就打架过潮起来 当人家来势汹汹的面对你的时候 你能够柔和谦卑 你能够化解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整个后果 整个结果又不同了 所以人际关系 发光作严 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 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决定于别人怎样的在你生命当中 看到你的神 看到你的神怎样的做 我常常在同工当中提醒同工 没有一个人来上班 是看别人的脸色来上班 这个你讲话 骂这个骂那个什么 我想不是 我们这边是工作 人家不是来看脸色 同样的 人家来我们的教会 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也不是要给别人脸色看 不是我们教母同工 有时是会友 也是我不喜欢你 不喜欢你 这样就不好了 我想我们这个生命的流露 决定就直接影响 这个教会以后的生命流露 生命见证是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 在教会当中又很重要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所带出来我们的心意是怎样 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 就算别人茶点的时候 哇 为什么这个利豆汤这样咸啊 利豆汤本来是甜的 今天突然间变咸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可以善意的说 哇 这个太咸了 我吃白肉 高血压 好了 但是你不要说 哇 这样咸啊 你要害我血管爆啊 我想不需要 所以讲话 无形当中 我们适当的原意 他能够帮助这个关系 能够继续的加强 但是一个不适当的 言以一句话 可能就使到我们 彼此能够起很大的冲突 对弟兄姐妹 光和言 在教会的生活 在家里的生活 在我们在外面跟别人 接触的时候 当这里说上帝的子民 我们要发光作严 因为发光作严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是一种生命的见证 来帮助人 能够来认识 属神的生命 是怎样的 第三方面呢 我们谈到 劳恕 上帝子民 在一起的生活 要彼此劳恕 流露爱心 我想各罗西书 当刚才我们所读的 那段经文 就很 把这样的一个思想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 劳恕 主怎样 劳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 劳恕人 我们常常说 没有一个人 犯的罪 大到 上帝不能赦免的 这里 圣经说 除了亵渎圣灵以外 没有任何的罪 大到 神不能赦免的 我想我们就必须了解 上帝对我们的接纳 不在于你过去生命是怎样 神已经赦免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祂扶持你 建立你 祂在你的生命当中 指引你 引导你 以祂的话语 劝告你 让你在前面的日子当中 你懂得分别何为善 何为恶 你总在前面的日子当中 过一个讨神喜业的生活 所以我们已经蒙上帝爱了 那让我们就懂得彼此的牢恕 所谓彼此的牢恕 就是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件 不要去把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一直的拿来 作为我们谈话的内容 作为对对方不满的这个例证 所以彼此的牢恕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蒙上帝恩典的 我们愿意彼此的来接纳 我想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牢恕 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能彼此牢恕 或在公司的同事之间 我们不能彼此牢恕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整个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你会活得非常痛苦 而彼此不能牢恕 他的一个演变呢 就是互相结党 这也是圣经所不要我们做的 这个支持我的 我们在一起不支持 我们一起来面对对方 我想不是 彼此牢恕 然后让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流露出爱心 而这样的一个爱心呢 是包括自己说 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是整体的 爱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来流露出来 最近我跟童工 我们在探讨一件事情 我们当然活力星期五 来参加聚会的 有不同地方 不同的这些层面 有的 来了参加这个聚会 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 坐在他旁边 那个味道给大喊 怎么办 我们要怎样的劝告 如果我今天三个月没有冲凉 我来坐在你们中间 牧师 你再不去处理 他可以继续留 让我们去其他教会 被打喊来这边等等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一定要找这个人谈 不是他一来凑凑我们赶他 他已经凑凑很久了 也就是说 以前也有人跟他讲的 就是这样 那我们还是要跟他讲 OK 可能 我们没有想出一个方法 可能有个要求 你每次来我们教会 这个机会的时候 最好你能够冲凉 宽心的衣服才来 OK 不是他冲凉衣服的问题 是他鞋子很臭 OK 没有办法 我们买一双送给他 以后你穿这双香香的鞋 来我们当中 OK 当然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 处理到这样 但是 当我们在一个整体的生活 我们的个人的行为 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影响了周围的人 那我们就要去处理 这个是教会的问题 管理教会 假设 我们要维护大家的这些 整体的生活 我们不会说 不要他来 但是我们可能想出一个方法 应该怎样的帮助这个改善 我想这个是教会 我们遇到的问题 我们教会如果不解决的话 会有会这样的看法 你们做什么的啊 无动于衷啊 这样好以后我也这样啊 看他们怎样 我想绝对不是 我曾经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看到问题 我们就解决问题 但是解决的问题 可能不尽我们的理想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决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我们没有爱心 我们没有饶恕 但是我们需要维护 整体教会生活 我们共同的目标和使命 而在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有爱心的流露包容 所以爱心就在我们很多不满 不喜欢的处境 或觉得不对的这个情况当中 我们怎样的有效的来处理 一四方面在这里就讲到说 传讲上帝美好的作为 这是上帝子民的责任 诗篇在这里不断的强调说 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然后你要向他唱诗歌 唱诗歌颂 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文 甚至在里说 这代要对那代称赞你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然后当然马可福音在这里也讲到说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往普天之下 跟别人分享有关于神给我们救恩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在过去我们所开办的 活力星期五 我们所做的这个启发的课程 我们甚至教会家庭营等等 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一个使命在里面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承受好的 我们愿意把好的也告诉别人 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子民的责任的时候 我盼望我们从这个四方面 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更进一步的来思想 以致我们有所行动 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 我们是在世上为主发光作员 我们的生命充满着牢恕流露出爱心 我们愿意传讲上帝美好的作为 我们同心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作为祢的子民 我们有做祢的恩典 祢的带领 主我们也看到祢在我们生命当中 祢所给予我们各样的祝福和引导 主就求祢帮助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前面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更加能够合一在祢的话语教导当中 同心同行 我们也愿意在祢的话语当中 来接受祢对我们的指示 来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见证祢荣耀祢 求神祢祝福我们的教会 也带领着我们这个教会 让我们在各个层面当中 我们再次的被建立 我们再次回到 你自己的教导里面 来愿意 来遵行 来荣耀 我们谢谢主 我们特别围坐 我们等一下的领袖召集 我们向主祢交托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弟兄姐妹参与 一起投入 我们一起服侍 我们愿意同心的在一起 来仰望祢 依靠祢 一起同心同行的 这样的一个回应 求神祢就成为我们帮助 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谢谢罗主教今天早上 给我们分享的信息 是的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 神的教导里面 来遵循神的教导 弟兄姐妹 让我们起立 尼基亚信经 这是教会的信仰 也是我们的信仰 也让我们一起来同唱 我信徒一上帝 我信徒一上帝 全人的福创造天地地 我信徒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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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来的光 神的魂 从真生出来的 真生 熊散地 不是被造的 一规力铁力 万物的世界作主所造的 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有神灵感应同真灵 玛利亚起着楼上 兵城为人 在奔丢毕拉多首相 为我们顶食之家 被海埋葬 朝圣经地上的布黄 守天坐在布的右边 将来必有大荣耀 在降临 身旁或人是人 他的国无情无疾 我信圣灵 为主 摒持生命的甘愿 从福之处来地 以福之同手敬拜 同手尊勇 曾借着先知穿越 我信为应赦了公子教会 众师徒所穿越 我曾认认赦罪设立的 独一心灵 我自往 使能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Amen 各位众请坐 或者归下 我们一起同心地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早来到你的圣殿 来敬拜你 听神主你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来学习神子民的责任 从你圣经的教导里面 能够听到 你能够行到 祝主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今早的信息 这时候我们要为我们本国的领袖 来教人手中 祝福特别纪念我们的领导者 我们的政府 不论是第四代 甚至第五代 继续下去的时候 有智慧地来领导 带领新加坡 向前来迈进 借着智慧 公正 连接 与爱心 来治理新加坡 甚至海外 能够协助他们 从弥漫当中 能够走出来 带领本国的经济 让我们能够很好的 又强劲地来发展 能够特别对 热灵 老龄的社会 和复杂的古智慧 来带领和看顾 引导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也特别纪念 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主啊 你来制止 这样的一个工作 主啊 能不能在神 凡事 都教在你的圣上 你凡事 都能 使和平地 能够 彼此地来配搭 彼此地来分享 彼此地 领导们 能够一起地 协助和平地 能够解决 战争的问题 我们也纪念 苏丹的武装的冲突 求主 你带领和看顾 我们也纪念 缅甸的集市 求主啊 你来帮领我们 这些多多问题 困难 我们无法解决 但你能够带领我们 我们以为教会的工作 来交代你圣修 我们特别纪念 一顺基督教会 特别是圣公会的 我们的牧阵 连连牧师教人手中 以及他所要带领的 中英文堂的牧师 传道们 同工们 团队们 一起地 彼此合作 彼此服侍 彼此地 能够在不同领域里面 来服侍你 我们特别祭念 他们的家庭 是给他们 侍奉 所要需要恩赐和能力 带领的教会 向周边的邻居 左邻右舍 让你来传扬你的福音 让你福音 能够广传出去 带领更多人 成为神里的儿女 我们也特别纪念到 山德烈教会医院 还有新加坡圣公会 社区服务的厌幕 所要需要的资金 所要需要的 特别的工作 我们教人手中 我们的筹款 也求主你的带领 让我们有足够的资金 有智慧的来营作 我们也特别纪念 我们本堂会的工作 教人手中 特别我们 唯一新一届的 牧区的议会 还有华语堂 英文堂的教会领袖 我们都教人手中 祝主你赐给他们 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爱心和谦卑来服侍 给教会的牧者们 一起佩戴和带领教会 向前来迈进 不论在我们社区 我们海外的先教 本土的奇葩的工作 文训的工作 小组的工作 热灵的工作 我们都教人手中 祝主与我们同在 祝福所走在前面的道路 有主人的看顾 我们特别纪念 六月份的 教会的家庭营 的工作教人手中 委员会们 有智慧的带领和策划 以及所谓参与的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 到你的面前 听神你的话语 听神你的工作 让我们在服事里面 就得到帮助 我们为讲言 做牧师来交托 祝福他 有智慧的带领 整个的信息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在学习当中 永生一人 讨受你的欢喜 一文堂的 主的学的 我们都教你圣手当中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 我们以上祷告 祈求愿意接纳 奉耶稣基督 得圣明来祷告 阿们 请让大家谨重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那现在呢 我们进入一段 家世报告的时间 首先呢 我们来欢迎 我们的新朋友 在当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 如果你方便呢 可以请你起身 向大家来招手 如果你不方便呢 也请你向大家挥挥手 我们来 弟兄姐妹欢迎你 这位新朋友的名字呢 叫做伟秀莲 就在这个后面这边 秀莲 他也是我们 启发课程里面 有来参加的 今天呢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崇拜 那我们同样 也很欢迎你 等一下呢 在这个崇拜之后呢 我们会在一楼 交仪厅 有一个茶点的时间 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的来 享受一点的茶点 还有茶序的时间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在11点15分呢 就是有我们华文堂的领袖召集 所有的已经受到信息邀请了的 那请你记得要出席 那刚才我们的主教也提到 作为神子民的责任 那作为我们教会的领袖 我相信如果我们不着急的话呢 谁还会着急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 在早点之后呢 11点15分准时 在一楼正堂来出席 今天的这个领袖召集会 好 活力星期五呢 就是继续 我们这个五月份是个家庭月 所以在今天来礼拜五呢 我们会继续这个家庭的课题 主题呢叫做祝福下一代 线上牧区议会 也请所有牧区议会的成员 在5月27号准时来参加 然后呢 圣山一堂的这个家庭营呢 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在5月28号 也就是下主日 这个崇拜过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 请所有的已经报名参加 家庭营的这个会友呢 一定要还有朋友留下来 参加这样一个简报会 那么在这个简报会当中呢 我们会介绍这个营会期间的一些的活动安排 还有其他的一些 方面需要注意的 请大家 一定要预留时间来参加 同时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 比如说保险啊 或者一些营会期间 停车的一些政策啊等等 也欢迎大家 还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关于营会的都可以来进行询问啊 我们会大概 有大概 20分左右 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回答跟大家 一个这样的一个 报告的时间 好 在6月4号呢 就是金正里的联合崇拜 我们同时呢 也是中英文两堂一起 时间是上午10点 同时呢 在散会之后 我们就会有预备这个爱言 来招待所有的弟兄姐妹 同时呢 因为当天也是第一主日 所以祷告会 也是暂停一次 一起的来 请大家预留这个时间 也预备心 来参加这个金正里的联合崇拜 同时呢 也是教区的一个的 一项的 这个消息啊 就是教区 有安排说 每一个州 接受一个牧区 这样的一个的活动 那也恰好呢 在6月4号 是教区安排 来到我们圣三一堂 来拍摄 这样一个视频 也恰好是跟我们 这个金正里是重合了 所以我们在 更多的关于这些 拍摄视频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的 比如说有些位置需要预留出来 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呢 也请看接下来啊 组织崇拜的这个周刊 我们会有更多的详情来公布 好 洗礼课程啊 我们会在7月22号到29号 周六啊 下午2点到4点 在教会有这样一个 洗礼课程的一个的 这个安排 也请所有有意参与 这个洗礼的弟兄姐妹呢 联系朱小云传道 来安排上课 请大家留意 好 请下一张 好 那消息呢 就是到这里 然后也 这个奉献呢 也请大家 记得以四种的方式啊 都可以来参与奉献 同时呢 我们的奉献信封 也是有更新 好 我们的今天的 这个报告呢 就在这里 从所有献上的 弟兄姐妹呢 那当我们一起的来 同念这个祝福文之后呢 献上的崇拜 就告一段落 我们会进入到 这个盛餐的时间 好 献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的来 念这个祝福文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 阿们 好的 乱离 主啊 我由你检查我 我由你认识我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的力量 成为我的引导 哦 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一念 是我 能够尊心你之意 我愿将你怀疑 直到有时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 你耳朵 你耳朵 是我的生命 能够展现你荣耀 你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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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耳朵 求你坚固 求你坚固 我实际 你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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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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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你带我生命当中 好让我的生肯 血泥的阳性 是我难受 为你所熄灭的日和隐 使我的生命能够藏现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的生能学你的阳性 使我能成为你所系列的领域 使我的生命能够藏现你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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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能够藏起来 死神 世人 祥 感谢观看